张庆芳送别婆婆任嫌妻待妻致哀 张庆芳的婆婆三日凌晨 于睡梦中过世享受91岁 家属左早低调在新店圣三堂 举行天主教告别式 张庆芳一身黑洋装黑框眼镜 带着大儿子捧着十字架不出礼堂 随后宋学人手捧母亲的骨灰 身轻凝重坐上灵车 张庆芳与投资银行教父 身家于15亿台币的宋学人 婚后定居香港 育有两子 婆婆则留在台湾 她只要一回台就前往照顾 婆媳互动不错 因为宋学人是投资名人 包括警政署长王卓军等政商人士 都到场致哀 张庆芳的前老板小燕姐 柯正东爸爸 左早也现身会场 张庆芳的好友们 李明依 高一平相伴出席 任嫌妻搬到香港后 常受到张庆芳夫妇照顾 和她的婆婆也认识 因此特别带着妻子Tina 专程从香港赶回台调宴 小鸡芳 这场味很强 所有艺人均低调不受访 离开会场时 手上都多了一朵百合 而张庆芳在场边 不时安抚两个儿子 对于婆婆辞世 仅表示谢谢关心 苹果娱乐新闻 节爱顺便报导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